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出口而言或者是对产值而言在GDP的比重 每一年的GDP里头其实半导体的成长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如果少了半导体就什么都不是 有了半导体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好伟大 但不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半导体其实承受的压力也是空前的 这次又是韩国媒体 韩国媒体揭露说美国现在正在push 要去组成一个晶片四方联盟 就有点类似quart这样子 但是是只针对晶片的 那既然是晶片 哪里是只有韩国 那当然就是有台湾啦 美国 日本 台湾跟韩国 晶片四方联盟 那晶片四方联盟的目的是什么 虽然在这里面还没有很细节的揭露 但言下之意就是大家一起来抗中 大家一起来防中 那为什么韩国媒体 韩国媒体每一次在新揭露这些 最早揭露这些讯息 都是要表达他们的抗议 就显然因为你如果了解韩国的 政商媒之间的关系 很多大企业其实底下都是有媒体的 所以我需要讲什么话的时候 我就透过我的媒体就释放消息就好了 显然韩国的这一个Sansung啊 或者是LG啊已经表现出 SK海力士啊这样 已经表现出他们的不满了 他们说韩国应该很难接受 因为韩国的半导体产业 是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 它现在半导体的出口 39%是到中国大陆 18%到日本 只有6%到你美国 现在你要叫我跟中国大陆之间断了深路 那你不是在断我自己吗 就是叫我死的意思 对啊 所以韩国媒体就先揭露这件事情 那台湾又是这样子 就跟上一次要去申报资料一模一样 点点不说话 没有人敢说一句话 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件事情 对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杀伤力有多强 他里面如果四方联盟真的组成的话 除了台积电他有可能挑联发科 那你要知道联发科主要的这个销售对象 全部都是中国大陆 好当台积电的真实的态度 我们要等台积电的董事长王美花讲话之后呢 我们才知道 你确定他是实际的董事长吗 不是吗 台积电向来有关于这种的 很敏感的这种的美国的商务部 或者说美国呢对台积电的这种的这种的毛毛手毛脚 不都是由王美花发言吗 那你干脆就讲说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好了 对所以我们我们现在就在就在等 哎台的台积电董事长是谁忘了 好算了没关系 但是呢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啦 对啦我知道啦 我只是说对我来说 真正的董事长是王美花 所以呢等王美花讲话 大家就就知道蔡英文政府的态度 但是你也不要期待他有第二种的态度 他一定他一定会会表面上来讲讲一套 就是说呢我们仍然是要巩固呢 就是说呢台湾的就是说台积电的半导体的商业利益 可是实际上面来讲呢 就是逼着台积电去核清 必须要呢对美国尽可能的配合 可是这件事情韩国的态度比较重要 因为呃你知道现在韩国即将上任的这个总统叫尹锡悦 尹锡悦关了两个很有名的人 一个呢朴槿惠还有一个就是三星的邵东 对换句话说呢尹锡悦呢他在这一次呢以些为的比数呢能够呢胜选 其中一部分呢是因为他对财团 他对财团的那种不假的觉得他跟财团之间的关系呢 没有这么的密切 这个会让呢会让韩国的财团会对于未来 在就是说呢后文在影时 后文在影也不是跟他们多多好 因为毕竟尹锡悦是他用的 可是尹锡悦的那种比较的激进亲美的态度 会让这些财团碰到他们跟美国之间利益有矛盾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很担心了 哦那所以这一次尹锡悦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不知道 对所以你其实 他会不会也去逼三星要和亲 对就是说在蔡英文 在王美花还没有表态以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关注一下呢尹锡悦的态度 因为尹锡悦到现在为止亚洲亚洲国家里面 现在对于美国呢最少除了我们刚讲李显龙之外呢 就是尹锡悦了 那尹锡悦的态度呢 很可能Samsung很可能呢 当你看到韩国的媒体的报道 你看也知道是他这些呢 这些大企业所释放出来的消息 那尹锡悦的态度是什么 不可恶的是美国啦 就是说那我觉得当然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或者说是韩国Samsung也好 都一样就是他们不敢呢 直接的去点名美国这种的做法 你这是赤裸裸的产业政策 赤裸裸的产业补贴 美国的国内都还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都还会有些经济学学者说 什么时候美国会开始呢 拨大量的预算呢 去补贴特定产业 这是后面一个 其实现在台积电承受的极大的压力 前一阵子台积电跟Samsung 其实都到美国去投书了 是啊 投书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美国竞争法案 那在这之前 其实二月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就已经通过了 这个美国竞争法案 那现在两边要谈一谈之后呢 预计大概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 可以真正的通过成为法案 这里面当然很多东西 参众两院可能还要去瞧 可是里面有一点 双方其实都是同意的 就是要补贴美国半导体业者 五百二十亿美元 五百二十亿美元 其实你对任何的一个企业来讲 那都是天文数字 理论上来讲 我半导体业者在你这边设厂 你就应该补贴我了嘛 你是要发展你自己的半导体 不是发展美国公司嘛 结果呢 去年七月的时候呢 英特尔其实就在美国投书 Political投书说 我们不应该去补贴我们的对手吧 我们如果去补贴那些非美国的公司 到最后呢 其实美国什么都得不到 只有让非美国公司赚到了钱 我们用美国纳税人的钱 然后去补贴非美国公司 其实对美国是不利的 英特尔的游税显然发挥了效果 所以现在台积电跟Sansom就很紧张 说我答应你到你那边去设厂 那你怎么会在你的国家里头 给我不公平竞争呢 你们要补贴就是 我设厂你也要补贴我啊 我们现在到底会不会补贴 我们不知道 因为英特尔现在的那个游说力量 是铺天盖地而来 那到时候会不会台积电 去美国设厂了 但是呢 拿不到任何的补贴 到最后其实只是到那边去帮 英特尔帮美国去打工 去训练你的工人 训练你的员工 到最后就 这是对不起啊 这是入行之 这是半导体非常知名的分析师 他去建议台积电的说 如果你拿不到补贴啊 你千万不要再 你这个厂就不要再设了 不然你会变成 美国半导体业者的职业训练所 去年我们在 我们在东南西北 龙凤沛呢 其实特别特别谈过 英特尔 我说英特尔这个企业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呢 美国的企业是一个自由竞争的话 环境 他们就就是能努力让自己在市场当中竞争存活下来 像英特尔这种的就半导体的敏感的企业 你知道英特尔非常贱的 英特尔的其实只要当他发现了他不太行的时候 他就寻求美国政府用政策面去保护他 就像当初的东支 对以及帮助他呢 去打压了他的对手 当过去的东支 或者呢去年的就说这个雷蒙多呢 针对Samsung 针对台积电 表面上是针对全球的半导体都要交交报告 其实全球半导体哪有多少 真正的重点呢 不过就是韩国呢 跟台积电而已 好所以那当基辛格上来的时候 当去年我们我们在谈完了之后 没有没有多久 张忠谋也讲话了 张忠谋呢 显然对英特尔也很不爽 可是英特尔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说你要你政府要保护我 要补贴啊 半导体很重要 中国现在半导体上来速度很快啊 但是要补贴 那请问你 那你要我台积电去投资干嘛呢 我来投资这么大的钱 台积电都已经帝啊 钱啊都都都都已经呢 在线上了 可是你补贴这么多的钱 却不给我 基辛格呢 之前呢来来台湾呢 也也也也得出戏 好像呢 好像好像 跟台积电 对好像跟台电很好 不可能的是事情 其实基辛格就是要彻底的消化呢 神颂跟台积电的半导体的实力 那台湾的官方呢 要怎么去因应这件事情 他只是告诉你 美国的所有的所谓的自由竞争 过去美国只要去打击其他国家 301拿出来 最常指控的就是说某些国家对特定产业进行产业补贴 可是你现在对于对于英特尔如果只有英特尔可以独享 那请问你这不是产业补贴是什么呢 这是超级的不公平竞争 台积电现在 其实呢 他的股东结构里头 外资占了七成以上 最近因为外资一直卖 所以这个比例往下降 现在是七成以上 台积电到最后会不会逼的呢 就是不当台积电而当美积电 我想我当这个听起来会很心酸 应该应该是不至于 因为台积电现在只要牵涉到跟台湾有关的事情 大家都会想到半导体 现在立陶宛也觉得台湾可以去设厂 欧洲呢 荷兰也希望我们去设厂 那中国大陆当时希望台积电的投入更多 大家都在想台积电是事实 包括这次的俄乌战争 你能够说到俄乌战争里面的台积电叙事很多 是就是哦 因为呢台积电呢 也同意了美国的制裁 所以没有出货给俄罗斯 俄罗斯战争都打不下去了 是 你们两个两个主要主要的主要的叙事就是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俄罗斯发射的导弹 有六成是不准的 因为呢没有呢够好的晶片 第二个呢 我们刚讲到就美国的美国的国防部的 就是说呢前官员呢所提出来的报告说 俄罗斯顶多再撑两个礼拜 里面的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没有台积电的晶片 因为他芯片用完了 对他呢 他的他的就是说军火 他的这些导弹高科技的这些武器呢 接下去呢连生产制造都没有办法 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只谈到台积电 却没有谈到Samsung 为什么俄乌的俄乌战争的 就是说冲突叙事里面 总是会点到台积电 却没有点到Samsung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今天呢Samsung在东北亚的Samsung 不是距离俄罗斯更近一点吗 为什么是台积电而不是Samsung呢 好吧 美积电的议题当然现在不太可能 但是有越来越多人提到 我就不去点名了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我会特别的难过的地方是 其实你看到在上个世纪 台湾其实是花了很大的力气 而且是冒了很大的险 然后用国家的力量去建立了这一家公司 当然后来呢 有人非常不争气 就一直卖股票 卖到现在这个局面 就国民党时代所打造的护国神山 今天呢却被掏空 甚至于 不是只有民进党掏空他 甚至会成为伴手礼 觉得好像可以当作是保护台湾 或者任何台湾有需要的时候 就把台积电推到前面